勇士夺冠之后最新烦恼来袭,六名核心球员合同到期,三流二走一退役,北京时间6月9日,勇士客场以108比85战胜骑士,从而横扫了骑士成功未免总冠军,虽然17到18赛季已经完美结束,但等待勇士的却还有很多烦恼,比如球员合同问题,朋友们,这个赛季打完的勇士, 将有多达六名球员合同到期,具体都有谁呢,应该怎么办呢?小编给总结和小预测了一下,一起来看看吧,三名球员会留在勇士一,麦基在上个赛季麦基,就打出了让人惊艳的水准,虽然在自由球员市场不是很抢手,最终以底心再次回到勇士,但本赛季的麦基依然没有令我们失望, 在季后赛中,麦基出战13场比赛,场均12分中,能得到6.5分3.2篮板,尤其是总决赛期间,麦基在第二场就被科尔维以重任,以首发的姿态征战总决赛,而麦基也没有辜负科尔的信任, 第二场总决赛6投6中拿下12分,为勇士夺冠力下了汉马功劳,麦基的优点太明显,身高必长,内线防守有威慑力,也有进攻终结能力,可唯一不足的就是偶尔会犯错误,力大于力,所以小编认为麦基会被留下,前提,没有别的球队突然给大合同去争, 二,尼克扬你强认你强,老子尼克扬,终于夺冠了,尼克扬算是勇士对本赛季最大的引员了,虽然没打出人们的预期,但这跟科尔不敢用他有很大的关系,哎,毕竟防守真是很感人,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吸血命中的关键三分,虽然防守不好,但态度好啊,真卖力去防啊,我想通过一个赛季的模特,如果下赛季尼克扬能回来, 一定会比这个赛季做得更好,三,卢尼本赛季的勇士队,应该很后悔,没有执行卢尼的最后一年新秀合同,毕竟今年卢尼进步实在太大了,虽然在勇士待了三年,但今年是卢尼第一次代表勇士队打季后赛,可我们也能发现他有很多的优点,防守能力不错,而且勇士留下卢尼的作用非常明显, 对付火箭队,我知道你会认为这个理由有点牵强,但他在西部决赛的表现真比麦基强,两名球员将会离开勇士一,帕楚里亚作为联盟中著名的恶汉,帕楚里亚长时间稳坐勇士对首发中锋的宝座,虽然是一名假首发,可本赛系他的地位急转之下,从首发到替补,再到最后的野水机看守员, 主要在于移动太慢了,并不适合现在的勇士,二,麦考这个在新秀赛季,给勇士很大惊喜的年轻人,在今年一点进步都没有,而且现在遭遇了伤病的困扰,而球队的新控卫库克,看起来真比他强太多,一名球员将会退役队,没错,就是大卫维斯特, 作为1980年出生的维斯特,今年已经38岁了,在NBA也已经打了15年了,入选过全明星,最重要的是在职业生涯末期,还拿到了两个总冠军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 其实维斯特在季后赛中已经跟不上勇士的节奏了,尤其是西部决赛打火箭的时候,他上场的几分钟,火箭差点没给勇士凿淘汰了, 所以小编认为,是时候考虑退役了,当然,以上皆是小编的预测,有准有不准的,如果朋友们有什么高见,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哦